好 現在要叫做是非常重要的重點呢 就是氣團跟封面 這是超級世界愛考的東西 OK 第一個叫做氣團 氣團就是一團 一大坨 一大坨的空氣 溫度 濕度 密度都差不多的 叫做一坨 叫做氣團 好 一大塊 空氣很均勻 水平距離可以上千公里 水平距離可以上千公里 溫度只有差十幾度 所以幾乎是一樣的 垂直不要理他 垂直不要理他 我們國宗教都只在平面上加 我們都不管垂直高度的 那個是偉大的氣象 只要在管就好了 我們只看平面 我們只看平面 OK 我們平面 一坨 那這一坨空氣一定要在有個地方 待夠久的時間 他才會有足夠的熱交換 然後才會大家溫度 濕度 密度都差不多 地形也不可以太有變化 一下高山 一下深谷 那這樣的話就會變化很多嘛 要單調一點 平平的最好 沒有怎麼變化這樣最好 所以呢 就是一個廣大的區域才形成 這叫做氣團原地 它發源的地方 發源的地方 然後呢 要停夠久的時間 然後讓它有足夠的熱交換 然後才會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這一坨 重點就是這一坨空氣基本上是穩定的 基本上是穩定的 沒有什麼太大變化的 大家溫度 濕度 密度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OK? 所以 它應該是高壓還是低壓 它很穩定 它沒啥變化啊 它基本上都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它應該是高壓還是低壓 可愛的九號 它應該是高壓 穩定 沒啥變化 它應該高壓還是低壓 它應該低壓 請坐 它應該是高壓 低氣壓會下雨啊 下雨怎麼會穩定呢 OK 好像傳說齁 赤道附近有一個怪怪的 我的氣團是低氣壓 我不要理它 我還要查證 還不確定 但是 就算是它也是個特殊的例外 也不要管它 反正 我就記住 氣團都是高氣壓 OK? 氣團都是高壓 高壓才會穩定啊 高壓才會穩定 OK? 所以呢 氣團都是高氣壓 這個名詞聽過都算了 我小時候氣氧局很喜歡爆這個 有某某變性氣團 巴拉巴拉巴拉 它現在都不這樣爆 它現在都不知道什麼高壓出海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這個氣團離開我的發源地 跑出去之後 我的性質就會發生一些改變 叫做所謂的變性氣團 比如說我原來比較高尾度 跑到比較低尾度 溫度就會怎樣? 增加嘛 溫度就會開始提升嘛 或者 我原來比較在陸地比較乾燥 跑到海上來 我就會變得比較潮濕嘛 所以它的性質就會發生一些變化 這種氣團移動之後 性質發生變化 稱為變性氣團 聽過就算了 我講過 我小時候氣氧局愛爆這玩意 它現在已經不這樣爆了 它已經不這樣爆了 所以就是聽過就算了 不就算 OK? 好 影響台灣的氣團 易老師教過 哪兩個? 這什麼反應啊? 大陸 大陸 好 可以算了 還有嗎? 海洋 海洋 這樣也算對啦 可是你們講究哪個大陸 哪個海洋啊? 太平洋 海洋 還有誰啊? 印度 哪個印度啊? 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也平常算對啦 蒙古大陸氣團 又叫做蒙古冷氣團 又叫做蒙古冷高壓 冷高壓 然後呢 它發源於蒙古尾度高 水比較冷 因為在陸地上 水比較乾燥 所以它是一個寒冷乾燥的氣團 它是冷將軍 它喜歡冬天 它是冷將軍 它喜歡冬天 它在陸地上 水比較乾燥 水性比較少 因為尾度高 所以溫度比較低 OK 另外叫做太平洋 海洋氣團 叫做太平洋暖高壓 太平洋暖氣團 發源於太平洋這邊 所以海上 所以比較潮濕 因為尾度比較低 所以比較溫暖 所以它是一個溫暖潮濕的氣團 它是暖將軍 它喜歡夏天 它喜歡夏天 這個是影響台灣的兩個氣團 然後你學完後面那一堆東西之後 你就要曉得這兩個氣團 怎麼影響台灣的天氣 在這個時間哪個氣團的影響大 發生了什麼事情 OK 就是你後面要學會的重點 這兩個氣團如何影響台灣的天氣 基本上這兩個內容應該是地理課本上教過的 OK 了解一下氣團的意思 了解一下氣團都是高氣壓 了解一下影響台灣的兩個氣團 就是這一小段的內容 OK OK 了解一下氣團 OK 了解一下氣團